今天一提新闻我们先来看两岸的商标大战打得激烈 有不少台湾品牌想要进军中国 才发现商标在中国大陆早就被抢先一步登记了 只能够无奈改个名字 不过随着两岸互动频繁 中国当局现在也开始重视起台湾企业的商标权 像是瓷季先前就已经被中国的其他业者给注册 但是经过我方的一再反应 现在瓷季这两个字已经还给了正牌的瓷季功德会 四川大地震伤亡惨重 台湾的瓷季功德会是灾后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援助的民间团体之一 带来物资和医疗协助获得当地强烈认同 即使是这么知名的组织 在中国居然无法登记商标 因为早就被人抢先一步 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 许多台湾著名商标早就在中国被有心人士先登记 比较有名的商标很多都被 我们称为叫做商标蟑螂 后来我们更发觉 竟然有很多台湾的著名商标 是台湾人到中国大陆去登记的 先抢先赢 商标蟑螂再开高价 把商标卖给原来的企业 为了解决问题 两岸建立沟通平台 以瓷季为例 中国工商总局受邀来台 了解商标起源 把瓷季两个字还给了瓷季功德会 不过更多的商标问题还没解决 像是永庆房屋 到了中国只能叫台庆房屋 智慧型手机大厂宏达电 英文名称HTC 全球都知道 唯独走不进中国 因为商标也已经被人登记 有一个联系窗口 也就是说你针对在具体个案审查的时候 如果你有碰到有一些疑异的地方 所以你是可以透过这个交流窗口 然后去含寻对方的一些意见 两岸对话有了成果 台湾啤酒经过十年 商标终于获准 另外高度政治敏感的中自备企业 中华电信多方奔走之下 商标登陆成功 也替未来商机铺路 在政府法院许可的话 我们进入大陆 就是名正言顺的商标 可以在各地使用 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很有很有效的 我国要保护自己的商标 也替中国商标主持公道 台湾业者要登记小肥羊 就被打了回票 打击山寨版 把商标留给正统业者 需要两岸一起来才行 记者张云津王威雄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与点的